我一天都一定喝8杯水 就綁8條橡皮筋 長者的智慧就在這邊啊 口渴是身體給你最直接的缺水警訊 肌膚乾燥有細紋 當別人跟你說 我可以第一次吃得太好喝啊 不要保濕產品一直往臉上突突摸摸 卻忘記了外用也要內服啊 請記得多喝水 卡卡不順暢 消化道的潤滑是非常需要水分的push 你就想像你的肚子裡有一條滑水道 裡面如果沒有水了呢 咕咕就會卡在上面 到時候越滾越大 所以一定要記得多喝水 幫助腸胃道的沖刷喔 排尿量的減少 當你排尿量減少 代表你身體進來的已經缺少了 容易感覺飢餓 是不是腸到了下午 就會想說有一點餓 這時候明星自問 你是真的餓了嗎 還是今天喝水喝太少了呢 除了水分是身體水的來源之外 食物也是啊 當你感覺到有一點嘴腸 就要看看你水攝取的夠不夠 消化不良 身體缺水消耗道的分泌 當然也會不足 這時候也要考慮看看 你是不是喝水喝少了喔 噢 講完了口號客 現在幾分鐘啦 幾分鐘 那我還想分享一個小故事 你們知道一天要怎麼樣喝足夠的水嗎 曾經我就去過一個老奶奶 噢他氣色可好了 而且皮膚好嫩 然後呢 他就跟我說 我一天都一定喝八杯水 他就說他每天在他的杯子上面 就綁八條橡皮筋 然後只要喝完一杯水 他要去裝水的時候 他就把那橡皮筋套回自己手上 你不覺得他媽媽很棒嗎 長久的智慧就在這邊啊 所以呢 我沒有套像皮筋 但是我就會在我的 皮基本上畫政治符號 應該也是個方式 要提供給大家 我方式是不是也很好 總一下 天啊 晚上 適合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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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